58岁季莫申科,出狱后老季福利,换了新发型准备在场政坛。 提起季莫申科大家耳熟能详,她是乌克兰的代表人物,是一位传奇女性,她曾是乌克兰的首富,能源大佬,她曾是乌克兰的总理,被称为乌克兰铁娘子。 她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是她的皇冠发型,自己手边的辫子盘在头上,据说她是自己设计的,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完成,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王冠,也许这是她想通过这个发型来彰显全力感和独特感。 季莫申科的发型,据说尝试了很多种,曾经有一段时间,都尝试用这种大波浪的发型,但是她感觉似乎不太干练,最终才选定了王冠发型。 季莫申科的美貌非常出名,这也是她成功到路上的一个基础。 在19岁那年季莫申科,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她要辍学然后嫁给他们那个地方的富二代,从此改变了这个出身平民的女孩。 婚后她的丈夫并不感兴趣生意,反而是季莫申科来处理这些事物,久而久之,公共便把产业的核心权利交给了她。 当然,季莫申科有非常厉害的经商头脑,当时她就马上决定企业面临转型,转型方向是新能源,所有的人都似乎有些质疑,但是她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从此整个企业迅速扩大。 在她的带领下,成为了最强的企业,她也成为了石油大亨。 这种伤的头脑和运气,不得不说和特朗普有点相似呢,之后渐渐的她便接触到政治,她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全力来保护自己的财富。 而之后季莫申科竟然依靠着贵人的帮助成功地坐上了乌克兰总理这把椅子,但是不久因为她的生意问题,获行入狱,可以说季莫申科是经历了大起大落。 接连三次的锒铛入狱,不仅没有打击她,反而使她的性格从十分火爆变得越渐沉稳。 如今彻底归于平稳后的季莫申科,58岁的她越挫越勇,再次闯入政坛,她目前正在筹备2019年的总统大选。 她经常去很多的地方探索,演讲,目前季莫申科的精选级总统中她的票数是最高的,而如今,季莫申科不仅性格变得更加从容,酒精魔力的她看起来,更加的有欲味和从容,而且也拆掉了王冠坏了发型。 想必,一切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吧。 至于她未来的从政之路会如何,只能说未来可期,58岁季莫申科,出狱后老季福利,换了新发型准备在场政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